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三条线雷倩时间在我们现场当然是雷倩 雷委员你好 居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这个国际国内的事情都很多 大事 都是大事 安内在攏外 安内国家里面呢 一下物价的飙涨 一下呢血税出问题 好像都没有什么好消息 那国外呢 法国希腊的政局都变天了 法国的这一个娶了美女当总统的这一个 也输了 败下阵来 萨克奇 那这个影响呢 会有多深远 那因为欧洲呢 欧盟的这一块 好像法国 德国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这一块呢 当然 李宗盛也是国际事务专家 待会听他来分析一下 因为我记得朱继忠那个我们支付专家转编辑 他在我们节目中提过 其实 法国的政局 法国跟希腊的政局 会是未来你在投资上面 你要必须要很留意的新闻 那这个的关联性会是怎么样呢 待会的人跟我们来 来分析一下 你我应该先讲什么招 礼拜一 前两天 对前天 对 是以色列的国庆 请问听众朋友知道的请举手 你说开车请不要举手 好不好 又是开雪碎的朋友 谁知道以色列国庆 但是以色列国庆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以色列呢 现在是六十多年前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由列强所共同决定 在沙土上面 划出一块国土 让全世界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 能够回归故土的一个复国计划 所以他其实是在 所有人的口袋里面 或是所有人的口里 挖出的一块肉 也就是因此以色列常常说 他说我们很了解台湾的情况 因为你们身边有 一个庞大的敌人 可是呢 我们身边有 许许多多庞大的敌人 因为周边的每个国家 都是他的敌国 因为他们的这块国土 是由其他的列强 在沙上划出来的 那我为什么觉得 以色列这个国境 很值得我们讨论 因为你记得前几年 台湾说我们南部 水荒很严重吗 就以色列人来看呢 以色列是在沙漠之中 我记得前任大使 Ramsay跟我讲 他说Joanna 你们高雄说 水荒会非常严重 可是你们高雄的水 大部分就直接排入 那个排水管 就排入海了 如果是我们 以色列的话 我们会把那个水呢 循环再利用 至少有70%到80%的水 会循环再利用 哦 但是他们的技术很好 对 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 沙漠的环境里面 飞这么做 所以他觉得台湾实在太浪费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也可以像他们这样子吗 当然可以 因为以色列跟台湾的关系 非常密切 他说我们有很多准备好的 而且已经正在实用的那些科技 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你们国家来 真的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国内的像南部的水 你有去过高雄 那个水是硬的 对对对 然后呢 你的水它滚开之后 所以饮水你要另外买来喝嘛 对不对 都还要买水喝 那我们以前都还很困扰 说我们有没有这样子 对 所以因为我是高雄人 对 啊我那个阿嬷家住屏东 所以我们在那边 我从小 我的概念就是这样 我们烧水 烧完之后底下一定有 有一层垢 水垢 我们叫做垂带 对 垂带 一定有这样 所以我台北说 怎么没有那一层 我还觉得怪怪的 而且水味道怎么会不一样 怎么还觉得怪怪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要提这个呢 因为这一次的以色列的国庆 他们不像往年 那我记得现在这个 Simona新的大使来的第一年 他说 我很讨厌讲话 所以我就把我们以色列的大厨师 带到台湾来 我们用食物 像朋友一般的来 坐在一起吃饭 来庆祝我们的国庆 然后今年他说呢 我已经在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局限里面 食物就是生存必要已经给你们了 那这次呢 我带一个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带了 Dan Schechtman 他是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 那么他在台湾来有两个意义啊 第一个是说明年 他跟李远哲 两个化学诺贝尔奖得主 前后呼应的啊 会在以色列做一个台法的科学营 让年轻人可以有机会去看到 不同的科技的创新 第二个他来讲的就是 你要想想看全世界有这么多问题 刚刚讲了法国了 希腊了这些问题 他说你看现在很多法国跟希腊的老师们 他们都要离开法国跟希腊 因为那不是他们想要生活的国家 相对的 以色列在那个四周 还他四周啊 还墙敌似的情况之下 而且天然资源这么的恶劣 圣经上说呢 神把犹太人带到牛奶与蜜之地 那以色列的前大使就说 我们常常讲的笑话是 牛奶与蜜很好啊 但是为什么不带我们去有石油之地呢 所以他也是这附近唯一 没有什么天然资源的地方 他说奶与蜜OK啊 但是有石油就更好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天然资源 但是水 他用科技去解决了 他在沙漠中的问题 同时他用叫做drip irrigation 就是用那个点滴式的灌溉 可以使得以色列这个沙漠变成凉田 他举了例子说 在那个臀肯区啊 有几个家庭 有十个家庭 他们呢 每一个家庭拥有的是20亩的土地 其实并不是很大 用这种小小的水滴 再滴到植物根上面 只要几滴水在根上面 他就可以存活的这个科技 去种的蔬菜 一年 他们每一个家庭 可以卖差不多50万美金的输出 然后他们这些家庭加在一起呢 一年加起来就有 half a million 他们自己吃都还有剩可以卖出去 可以卖出去 所以每一家有50万 10家就是500万 对不对 好神奇哦 所以说就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沙漠耶 对而且你想到说你知道农业嘛 有什么经济价值呢 可是在沙漠里的农业 用那个水滴的灌溉 可以让它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价值 所以就他们来看 科技的创新 尤其是你提供创业者 一种新的商业机会 我要特别讲的是商业机会 你提供创业者 创新的商业机会的时候 他就可以借着科技的新的解决方案 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 相对的他举出来 包括希腊啊 这些的这些教授们 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创新 但是因为没有创投产业 没有政府辅助 没有一个商业平台的机会 所以他们就会采取 自己去移民的方式 去找到更好的可以生活的地方 去找到新的有牛奶 羽蜜或者是有石油的地方 所以Dan Schectman 在一个短短的五分钟左右的演讲中 特别给我们看到了一个 没有天然资源 强敌环伺 然后连生存都被别人厌弃的 他有美国的资源 跟列强的资源 那他周边的环境 有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的以色列 他非常明确的知道 科技可以帮他解决 很多天然的问题 而你想想看 台湾曾经是这么骄傲的地方 事实上 如果你仔细想想 台湾在这么发达的科技之下 南台湾的人 还要喝有味道的水 去买水喝 这怎么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呢 对 就我们对于自己的投资 跟对自己的整个产业的创新 过去太以出口为导向 出口为导向 就是全国人在补贴那些出口的产业 那么我们出口的时候 就是让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人 有便宜的产品可以使用 但是我们全国人牺牲了所有的品质 去补贴他们的结果 那现在如果说那个出口的市场不是那么有把握 我们也许应该换一个思维 去投资在自己 当你投资在自己的时候 就像以色列一样 他创出他独特的科技的结论和解决方案 那些解决方案就会产生 全球性的 就是可适用性 产生全球性的经济价值 因为我们每天都讲那些很沮丧的事情 偶尔要讲一点快乐的 这点快乐的讲得很好 但是呢你就会又更沮丧 为什么还在喝那个有味道的水 台湾已经这么进步这么多年了 是为什么更沮丧 就是在这里 当你在看到别人在很快乐 很光明很正向的时候呢 你看自己的时候 至少想尽办法解决问题 有没有人在想尽办法解决问题 我们有英明的领导人吗 领导人吗 那如果英明的领导人找不到的话 至少有一个放手 让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 可以去发展的一个产业环境 也可以 我讲一定程度里面呢 我敢讲一句话 我们的创造力跟我们的竞争力 是在被政府所扼杀的 我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你还讲到以色列这个 我感触好深哦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谈了一个 所谓的外劳的问题 我刚好就把它揉在一起讲 以色列大部分都是什么人 移民啊 然后犹太人很多吧 犹太人嘛 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所信仰的这一个 他们是信仰法是什么 可兰金吗 不是犹太教了 Torah 对对 OK好 他们里面哦 因为我 我很喜欢一本书 就是犹太人的智慧 对 那本书好好看 里面呢 他们讲了一个道理 他们说我们犹太人从小 就是被教育的是什么 我们不做低沉的事情 他们不会去做劳工去铺什么 去做清洁员啊 清洁工 不做的 他说我们呢 一定要做要么律师 会计师 要么什么 就是医师 他们会去做脑力 他们会去研究研发科技 去做什么 都是做一个高端的事情 所以你刚刚讲了以色列的水 滴水 就是科技 可以在沙漠里面 沙漠里面 变成桑田 变成桑田 哇 然后还可以吃的自己 自己都还可以 自己自足之外 还可以卖人 而且还可以变成是一个 创造产业的经济规模 经济规模 OK 没有错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台湾呢 台湾我们的很多专业人士呢 没有 已经没有闲暇 或者空闲的能力呢 去研发他自己 或去创造他自己 更高的一些 不管是专业 不管是科技 他就必须回到家里面 去照顾 老弱父母 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 是人力的绝对的浪费 我们的人力 我们的专业 专业人才在浪费 而呢 我们呢 在保 我们的政策 在保护 这些来台湾工作的 低层的外劳 这些人呢 其实我不是瞧不起他们 我非常感激他们 我也非常感 我希望我们政府 可以对他们更好一点 不要剥削他们 我们的剥削 到了什么地步 到了可以无可 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的政府跟国外的这种人力市场输出的政府 几乎是勾结式的在剥削 来到台湾工作的这些外劳 因为什么 那个中介飞告到不行 而且台湾有家营养叫做中国信托 对 这一家工作 中国信托呢 一定在国外呢 非得要跟这些人 要来这边打工的外劳呢 贷款不可 一定要贷款给他们 如果你不愿意跟他们贷款的话 没有关系 一个人付五千块钱 台湾的政府允许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那这一些事情的好了 让我们很多的想要需要有外劳的来工作的家庭呢 你哪怕巴士亮表让你请过了 巴士亮表是多难请啊 请不过一般人都请不过 好让你请过了 你外劳到了台湾来之后呢 很多的非法的呢 就把他吸引走了 就把他逃跑了 这个不是道德的问题 这个是钱的问题 因为什么他被剥削的那么多 所有的人 我今天是付劳力出来工作赚钱的 我为什么不赚更多 那你们的政府呢 又那么保护我们外劳的权益 所以呢 我当然跑啊 跑了之后呢 他一个月 现在以我现在所了解到的行情 一个月两万三千块 他时拿 他叫付仲介呢 中间的非法仲介的这些人呢 两千块钱 他时拿两万一 两万一 对于一个外劳来讲 天哪 他经常以前来的时候呢 他们前两年呢 几乎每个月呢 收入是不到一万块钱的 他现在的收入可以比以前多那么多 那我们呢 好啦 我们今天合法可以请到的 的 的 有资格的人 请来了 结果他跑掉了 最后呢 他还是空窗期 他家里面还是没有外劳 只好回在 这些专业的人士呢 回去自己家里面 照顾他自己的老弱父孺 我问你 我们怎么会有 专业的人士呢 那天 陈文倩写了一篇文章 写了一个律师 这位律师 他本来是应该在专业的 这个工作纲位上面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得回去照顾他的老母亲 因为他的老母亲呢 这个外劳呢 他没有 医生说我不愿意开巴士亮表给你 因为我如果开给你的话 我就是违法 一个需要 人家已经需要照顾的人 你还是没办法开 结果呢 让他自己在 恶业当中 黑业当中的跌倒了 病情更加严重 他的女儿 不得当律师的女儿 不得不回去照顾他的老母亲 我问你啦 这就是我们社会 现在 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 都是这样 我 你刚讲以色列 我突然间我感触太深了 因为我们的专业人士 都不见了 我先快快的补两句 关于以色列的事情 以色列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 其实犹太人因为散居在全世界 已经几千年了 所以他们有 有欧洲的犹太人 有在俄国的犹太人 有在非洲非常贫穷 连字都不是的犹太人 可是他们在复国的时候呢 有一个态度就是 全世界的犹太人可以返家 所以即便是你在非洲的蛮荒地区 连字都不是的犹太人 他也会把你想尽办法 带回以色列 然后给你怎么样进入社会的应有的帮助 包括教育等等等等 所以他整个的社会里头 对不同的社会层级的人 是没有歧视的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强的 大家都是同一的这个概念 是 同理心 那赶快就现在来讲到 刚才俊耀讲的问题 我试着把它用一个结构 把它展开来 你刚才讲的那个 你刚才讲的那个